按那个储存对不对 因为这个档案是Excel 2007以后的格式 所以它会把那个有VBA跟没VA分开 特别因为有写VBA 所以请特别注意 如果你储存的时候 记得它会跳出这个 千万注意不要选择是 如果你选他问你说是不是无聚集 无聚集的负档名就是那个XLSX 那如果有的话有聚集就是XLSM OK两个不一样 如果你存成无聚集就是把VBA删掉了 所以要选否 否之后的话他会问你放哪里 把它浏览一下 放原来的地方好了浏览之后的话 记得把它改成哪一个呢 对一定要改这个 启用聚集的活跃部 如果你选第1个的话按储存 很抱歉你刚刚写的一切全部都消失了 都不见了 那有没有办法救回来 没有办法 OK 因为之前有同学存错档就 来的话什么东西都没有 怎么办呢 没关系 再重来一遍就好了 OK 所以启用聚集的活跃部就OK了 储存之后的它有哪些差异 储存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那个你的那个 档案里面的话 我把它用那个大一点的图示看一下 它基本上呢 150 1 151 我是不是没有存到 里面去还是 那它就会 变成像这样的一个惊叹号 还是我把它放到另外的地方去 另存新档一下 可能我刚刚是把它存到 别的资料夹 还是 我把它存 01里面 有看到 它基本上呢 我把它图示放大一下 基本上就长这样子 还有个惊叹号 那表示说你应该是纯成功的 记得这个地方 不要做错 那回去的话 当然还有很多 很多道题 只是说有一些题目 实在是非常复杂 像这个是三个瓜糊怎么办 另外的话还有一题是那个 就是切割置串 这一题更困难 因为这也是同学问的 他每天都需要什么 把瓜糊里面的东西的超连结 搬到这边来 那当然这边有一个而已 是OK 可是他里面有有两个有三个 有四个有多个的 所以他每天都要做这件事情 他每天 如果他用人工来做 那真的是不得了 可是如果说你会用VBA来写的话 那其实可以在瞬间把所有东西 就给完成了 他底下好像有那个 这边有好几个有两个的 好像有三个的有更多个的 怎么做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其实答案都在云端 白板上面都有 所以你其实回去的话 想要多练习 也许你可以自己再试试看 那下一次上课也许 大概我们就是在把 简单的先讲 因为有些太难了 可能也许后面有机会 我们再回头看 后面再来就要讲逻辑了 所以回去的话 就是把后面几题 有兴趣的题目 先看一下 再来 我们就进入到逻辑函数部分 那逻辑我刚刚讲过了 不外乎就一重两重多重 那连级交集就and over 大概这些逻辑 怎么样在VBA里面做应用 如果这些会再配合回圈 其实就可以做出很多的变化了 OK 那所以 回去 假设今天的东西真的有点 不太熟的话 回去一定要多花很多时间 那花个时间取决于你的熟练度 所以我建议各位不是只要会 会 其实以后还是不会用 一定要熟练 OK 然后要多找一些机会 找其他的案例 多多增加自己的经验值 慢慢你就会感觉越来越感觉 你会 感觉得到你是在进步的 OK 有些细节 可能没法讲太慢 所以 回去 如果有加到论坛 影片的话自己再去看过 OK 那今天的话就先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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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